东看看西挑选 台北市迪化街的永乐市场 人潮络绎不绝 一旁扫吃摊也是坐满了人 使用明火和瓦斯得更加注意 不能摆太多桶的瓦斯 然后瓦斯在开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看着火 突然间小摊贩疑似电线走火 火蛇瞬间蔓延 周边民众仓皇逃离 原来这是北市府消防局 和永乐市场周边的店家 联合举办的消防演习 在年货正式开卖前 宣导用火安全以及演练灾害应变 处于降到比较狭窄 我们会预付所谓的消防水线 以及消防棒部 也就是说当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们的消防车人员到达外围的时候 不用拉水线就可以开始展开救灾 地面上救护车后送双患 高空中云梯车和双截梯建立救援 而统计台北市的火灾案件 有43.8%是用瓦斯或炉火煮东西引起 另外27%则跟电器电线有关 年关月进 公共安全更不能疏忽大意 乃新闻 杨孕子 柯幸志台北报道